舞蹈不仅在殿堂 在学院 也在民间 扎个泥土 才能枝繁叶茂 两岸的民间艺术团体汲取在地文化 用舞蹈串起乡景 十年前 厦门市四民区艺术团 同台中九天民俗记忆团 共同编排了两岸首部 民间合作舞蹈作品《古神》 用古乐与舞蹈结合 把源自敏台地区的镇头文化 推上大舞台 十年后的今天 他们合作推广的海峡两岸 原创广场舞遍地开花 从地气到末气 两个艺术团结下不解之缘 在海峡两岸的舞台 留下鼓舞人心的十年之约 团长 你要做阿公了没有啊 年底 我太喝了 你看一款十年啊 一通跨海的视频电话 勾起了两位老团长的回忆 十多年前 在台中大渡山上的九天玄女庙 黄秀珍第一次见到台中九天民俗记忆团团长 许振荣 第一次听到了激昂的七天战鼓 七个鼓当时那一瞬间打下来完以后 我心里面就被震撼到了 那种充满着饱满的情绪和精神力量 植入我心 我那一年我就觉得我要请他过来 在黄秀珍的牵线下 2010年6月台中九天民俗记忆团 应邀来下参加正成功文化节 激昂的鼓声响彻鼓浪语 此后黄秀珍在其担当总导演的 厦门宝生词记文化节上 再次历见九天民俗记忆团前来参演 当时我觉得用鼓来做祭祀鼓和情愿鼓 最后再完成正头鼓 可不可以 是一种创新的方式 结果没想到很成功 人来了 鼓响了 合作的心也被鼓舞了 2012年5月份 黄秀珍接到了参加中国艺术节 群星奖比赛的通知 这让他萌生了与九天民俗记忆团 一起参赛的念头 鼓神之作一拍即合 那我们这次最大的突破是两岸的合作 以前的两岸合作模式 可能就是你演一段我演一段 是属于比较拼凑式的 那我们跟黄团长一直要提到说 我们应该让他更深入的 他让他更扎实的 更接地气的 所以我们要有一起创作的元素 一起发想的元素 然后一起训练的这些过程 然而由于两个团队分隔两地 从合作方案撰写到演出形式确认 都基本依靠邮件来交流 在复赛前一周 鼓神的14名演员才第二次合作排练 大家抓紧一切时间磨合 就这样鼓神过关展将 挺进了决赛 灰红的鼓声 曼妙的舞步 鼓神以舞蹈师的形式 震头鼓的载体 演绎了两岸以海为生的 共同信俗和人文情怀 不仅捧回了中国艺术节群星奖 也在海峡两岸间 引起了不小震动 阴阳复古 然后甘柔相继 那好这个鼓神 男的打鼓 女的起舞 所以就融合在一起 那种融合是很美的 有一样的语言 一样的文字 一样的艺术 一样的文化 一样的习俗 然后隔着一个台湾海峡 共同创作一个很美的作品 我觉得那是一种 很大能够的享受 鼓神团队还专门赴台中公演 诗磊是艺术团的助理编导 也是鼓神的主演 站在台中圆满万人剧场的舞台中央 他被观众的热情感动了 我记得特别清楚 我最后的一个造型是站在鼓上 然后做这样的一个动作 对 然后我就整个的观众 哇 尽收眼底 然后底下那个 就是刚开始非常安静 砰 最后一个音结束以后 底下非常整齐 而且不仅仅是掌声 哇 尖叫声 非常非常的感动 哇 我觉得我的眼睛里面 就在一直在打转眼泪 真的太记忆太深刻了 演出虽然落幕 情意不会散场 黄秀珍和许振荣立下十年之约 一起寻找更大的舞台 带动两岸民众一起跳舞 这十年 他们合作编创了海峡两岸 原创广场舞教程 在两岸巡回举办 广场舞展演及快闪等交流活动 用最接地气的舞蹈 跳出两岸民众的默契 从古神到海峡两岸原创广场 一个高高在上 一个已经在遍地开花 我们就是要构建 人与人之间 有温度的 面对面的 手牵手的 然后和谐和统一 这就是我们的文化认同 这也是我们的故事 大家都在讲两岸一家亲 让我们透过表演语速 然后去跳脱政治 然后让大家 透过这样子一个训练跟结合的表演 然后团圆跟团圆连结的感情 它是有温度的 它是有温度的 有了一起走过的路 也有了一起做过的事 黄秀珍和许正荣 以及他们的团队 已亲如一家 鼓与舞的融合 创新了两岸艺术合作的方式 也雷动了两岸舞蹈交流的古典 拉近了距离 更鼓舞了人心 她是太有狮子 所以我们侄做完肩脑 更鼓舞